在阿里山, 你可以發現有很多不同的民宿 而且它們都有它們自己的特色 只不過我們今晚要住在阿里山民宿裡 它是一間玻璃屋 而且它真的有很多特色 因為它是特別浪漫的 這間位於阿里山石卓的玻璃屋民宿 是一間化色甜品的咖啡店 同時也是一間茶廠 是一間玻璃屋的民宿 而且還是一間可以看著滿天星星 浪漫入睡的好地方 一樓是精緻、典額的咖啡廳 隨時來曼著法式甜品的香 咖啡香和茶香 所有的甜品都是民宿老闆親自手作 就連原料都沒有假售於人 可以在高山上享用下午茶 簡直就是人間天堂 大家猜猜我現在在哪裡 其實我一樣是在阿里山 只是突然覺得 好像來到一間法式的咖啡廳 沒錯, 這間民宿真的很厲害 阿里山唯一一間法式的咖啡甜品店 就是在這邊 看到無論是他們自己的甜品本身 看起來真的很精緻之外 他們連擺設也很有設計感 整個是雀鳥的感覺 再加上, 看看這個 這一瓶跟一般咖啡廳喝的紅茶 完全不同 它是玫瑰花飯的麥香紅茶 只不過他們說 玫瑰花也是自己種出來的 真的不同 剛才說它雖然是玫瑰花飯 但其實你真的認真去聞 你就能聞到居然有荔枝的香味 對, 很幸福 再來, 就是我現在最開心的時刻 看看, 這麼漂亮的甜品 我們就由我喜歡的粉紅色開始 這款本身其實不是蛋糕 它比較像法式的泡芙 切開之後 有沒有看到它本身真的很雜實? 可以看到每一粒小泡芙裡 都有不同的奶箱 好, 嘗嘗這款小泡芙 我原本看它本身是粉紅色的 可能會很甜, 但其實不會 因為它本身最上面的這層霜霜 它不是一般的鮮奶油 它是用了一些蘑菇的 所以它會比較酸酸甜甜的感覺 但是法式泡芙中間 因為它加了的是奶箱 所以它反而是比較濃郁的奶香味 而且它用的是蜜香紅茶 雖然有奶味, 它會加上一些紅茶味 所以吃起來有點像奶茶的感覺 但最好的就是它的塔皮 本身是有加少許鹽的 所以吃起來不會太濃郁 這個真的很厲害 剛才我們試的那個 它是蜜香紅茶 但是大家都知道 阿里山的茶真的很有名 所以下一個甜品 它本身也是用茶做出來的蛋糕 它用的是阿里山烏龍茶 這一個就是藍色的愛心 而且你仔細這樣看 就會發現這個愛心上的藍色 有很多不同種顏色 就有點像那些藍色的大理食花紋 法式甜品 它們真的很喜歡用很多層 一看就知道它本身裡面 已經有三層不同口味 我整個口都是烏龍茶的味道 真的很香 因為它裡面還加了 它們用菠蘿製作出來的果醬 所以吃起來也是帶一點酸酸甜甜的 但是它本身是比較清爽的 因為除了它外面是藍色的 在朱古力勁面之外 它中間的白色就是烏龍茶的奶箱 但是因為它還加了一層 綠色的就是沒有茶的蛋糕 最下面的一層就是增加它的層次感 它本身是用烏龍茶製作出來的茶凍 真的很驚喜 在亞里莎這家民宿裡面 它除了茶鹽是由老闆他們自己 塗完種植出來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可以事先預約的DIY體驗 它的名字真的很有趣 就叫做不拆電的咖啡體驗 是什麼意思?很簡單 就是這個過程可以令你 自己喝的咖啡, 自己烘焙 可以了解如何由一粒咖啡豆 慢慢變成一杯手沖咖啡的過程 其實在亞里莎的民宿裡面 本身就有很多不同DIY體驗 大家都知道 亞里莎的茶葉本身是很有名的 只不過現在咖啡才是最流行的東西 大家應該不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正在打咖啡豆 而且打一打一打一打就覺得 完全沒有壓力 只不過好像很暴力 想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咖啡豆的咖啡豆被弄得很壞 不壞 它其實已經分離了 對… 我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咖啡的殼 而且我們要用的是 現在你看到這些比較綠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果仁 好像有幾顆是沒有弄好的 對, 我們打一下 好, 繼續 好, 認真工作 海晴, 搖了幾下就說想吞泡 想要做出好喝的咖啡 真的沒那麼簡單 搖完豆之後 還要利用篩去咖啡豆殼 這些很需要技巧 一不小心 就會連咖啡豆也會篩出去 去完殼之後再炒豆 為了喝到好喝的咖啡 海晴加油 這個步驟真的很簡單 它就是降溫 因為剛才我們炒這個咖啡豆 但我炒了很久 至於現在有沒有看到 它的顏色真的很深 跟Mary姐的顏色相比起來 我可以發現 因為我真的不想喝到很酸的咖啡 所以它本身的顏色比較黑 就比較像那些森培 希望待會喝出來真的很好吃 先用人力, 替咖啡豆降溫之後 接下來需要多出一點點力 因為整個手作咖啡 全程都要靠人力 沒有借助機器 所以磨豆也需要靠人力 少少少少將豆磨 這個過程非常考耐性 磨得越小 煮出來的咖啡當然越香 當咖啡豆已經均勻成為粉狀 這樣就可以進展到濾蔥 將咖啡粉裝入濾紙 拿起長嘴壺慢慢充泡 濃濃的咖啡香 撲飛而來 雖然我喝不到 但咖啡的香味 完全在我腦海之中 不停飄浮 看海情的表情就知道了 自己磨的咖啡 喝起來當然是稍微香滑 喝點飲酒 嚇死會 召喚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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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